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入冬後的貢寮 萬籟聚集 人稱蕭二哥的農民蕭春藝 不顧填水冷裂 依舊捲起庫館 到農地裡報到 來 搖頭了 我不要去 逃不過人口老化 今年初走的農村宿命 61歲的蕭二哥 成為貢寮少數 堅持守護梯田的年輕人 農民之一 卻也意外拯救 田野間瀕臨滅絕的 美麗身影 因為我們的記憶是 一直在我們的田區裡面 就有看到這樣的微草藍 夏天它會特別明顯 因為它開花 眼前這株翠綠植物 是全台族群數量 僅存不到150株 極度冰尾的原生植物 微草藍 現在可能因為環境的改變 然後土地的開發 以及除草劑的適用 根據我們去調查 大概也不到兩百株了 就是微草藍的花 它的花期大概是 快差不多六月的時候 花期進入尾聲 農民頻繁穿梭田間 想方設法替微草藍傳宗接代 像這果頰裂開 因為它粉會直接就掉下來 下面的機會會比較小 那我就會把它拉過來 這樣子 野外族群數量難以回升 2019年特生中心 和共療農民合作 啟動人工富裕搶救計劃 這裡是特生中心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室 那我們做微草藍的繁殖富裕 就在這個實驗室裡面來進行 因為它果頰的表面會帶一些微生物 或是其他我們不想要它存在的東西 那消毒的過程中就是 我們會用啾芹在它的表面做噴散 健康壯碩的微草藍果夾 經過兩階段消毒 確保表面無菌才能進行人工繁殖 雖然它種子量很多 但是必須要跟卵菌共生 它才能發芽 其實它的發芽率是相當低的 可能會低到零點零四以下這樣 恆溫二十五度 嚴格管控每天日照十六小時 微草藍幼苗努力吸收養分 期盼回到山林的那一天 微草藍的富裕其實並不容易 從一顆種子到可以依賴戶外的植株 至少要十個月的時間 而像這隻小苗要移回原生地 又要再等個半年 對我們來說就像我們出去的小孩 只要它原生地的氣地環境 能夠維持像以前那樣子 那這些東西回去到 它們應有的環境 就可以扮演它們在生態上的角色 新高采烈來到戶外 近二十位共僚國小高年級小朋友們 正在進行與共僚在地記憶 息息相關的自然課 我們今天主題有關的植物會是什麼 蘭花 連微草藍都說得出來 有沒有人想要輕輕地 把它的土拍得更紮實一點 同學你們現在在找什麼 早 早 早 他們還沒有活著 九十七 六二 親手種下幼苗 仔細觀察紀錄 保育觀念也伸直在孩子心中 像是你如果認識的人 你也可以叫他來幫忙保護這個草啊 一群人一個社區 讓曾經消失在台灣的美麗 再一次綻放名人風采 微草藍回家的故事 更讓眾人堅信 用心守護土地 生態中將 生生不息 華時新聞陳嚴佐 鄭志偉 專題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時 YouTube頻道 做兇髮數問 隨便認識 做免髮數問 就知道前輩 那種人 比較抵制 過免髮數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